來喔 如果這個進場來煮第一隻A2 出現到嚴重不良歡迎的民眾 如果想到還要來煮第二隻 就會怕幸福安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特別集到 台北市聯合病院的中心醫科 跟這個萬鳳病院 來解析到頭南主持的特別問題 要讓有不良歡迎的民眾 第二隻可以來煮其他白煮的疫苗 但是必須就要有一罐數 也就是病院所開的證明 而且要來煮明 煮疫苗 營起不良的歡迎 這樣才可以來討論 煮其他的白煮 但是通過人家是疫苗不良歡迎 挑了一罐數的印尊 第二隻可以逃莫德納 一定要到特別門診去 那我們終於很開心搶到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些疫苗 顧問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找不到地方可以打 可以煮第二隻的中心更安心 同樣沒有 入了不良歡迎的 療程師也是這次特別門診 的日子可以染莫德納的人 桃園市這邊 然後大概開了一個半小時 一大早就到了 我第一季打完的時候 就是全線性的急性的循麻疹 腹部會疼痛 然後腳會抽筋 當然就趕快去送急診 無前台北市協調北市連醫中心醫科 跟萬豐便醫開 分合主持的特別門診 和有不良歡迎的民眾 在第二屆時可以組其他疫苗 以萬豐便醫為例 占隊第一到第三類人管 第一隻不良歡迎的 每一天一百名字 其中第一隻不良歡迎的人 需要帶CDC的診明 還是醫生的診明 要組成疫苗所影響才可以組 基本上我們還是要注意有沒有一些 這個過敏的反應 或者是一些呼吸困難 胸痛或者是頭痛 醫生建議說 初日和第二節 主不一樣 白煮又不一樣 民眾在煮完之後 七天到十天來 要特別注意本身的腸痛 如果不舒服 要趕快去找醫生